三月多有机遇 日子没啥压力的生肖 存款数字增 家庭长和睦 属猴人 2023年生肖猴 享受吉星高照的好运 整体运势非常好 可谓是幸运之星闪耀 好运接踵而至 属猴人命中有天魁 天月和两颗吉星 运势可谓是遇见蒸蒸日上 财路宽阔 事业发展快速 容易受到老板的认可 加上他们思维敏捷 业绩增长迅速 只要把握机会 升职嘉兴在眼前 财运也会繁荣昌盛 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只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成功一定不会远 3月13日 世属猴人命中江兴 得到扶持的吉日 近期 生肖猴的运势持续上升 嘉兴 财运 天丁和喜事不断 很多意外之财和好运会 居然而至 这将会是他们 迎接好运和财富的时刻 成功就在眼前 告别了漫长的低潮期 和小人的困扰 属猴的朋友们可能会迎来桃花运 而且个别人 而且个别人桃花运也会非常好 对于想寻找真爱的人来说 只要多做一些提升个人魅力的事情 就能够早日实现脱单的愿望 3月13日 命中的吉星龙罩属猴人 喜事接踵而来 只要善用身边的资源 财运一定会亨通 紫薇龙德和天玺的加持 使得所有的好运都得到了增强 楚楚皆是顺心如意 同时也要注意凶星带来的负面影响 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增强自身的磁场 属猴人聪明 精明能干 与众不同 善于发掘各种机会 他们有胆识 有眼光 有才华 做事得体得当 注重经营人际关系 人脉关系和资源十分广泛 今年属猴人的生活会比去年好很多 尽管会有一些辛苦 但为了光明灿烂的上半年 他们也应该多多奋斗 让自己的好头脑充分展现 虽然他们今年的好运 会稍微迟到一些 但下半年的机遇将会更多 而且对于每件事情 都没有什么压力 能更有效率地解决问题 让存款慢慢增加 同时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和睦 大家都能看到他们的优点 属兔人 生肖兔在3月13日的运势非常好 因为天德吉星降临 在职场上 他们需要牢记自己的责任 排除万难 以便获得更多的惊喜和职场成功 此外 他们还会天财天喜 享受丰厚的财运 生肖兔在工作和生活中 非常谨慎和细心 他们会事先制定计划 从不盲目出手 这种态度让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 在3月上旬 属兔人会得到贵人相助 帮助他们处理难题和做出决定 这让他们感到轻松和顺心 同时也能够学习新事物 3月13日是属兔人的幸运日 如果他们抓住机遇 就能找到很多赚钱的方法 不再烦恼琐事 此外 他们还能够遇到真爱 然而 属兔人在财运 健康运方面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 需要注意身体健康 在3月份 属兔人的贵人运很好 他们应该善用身边的贵人 帮助他们催旺事业运 同时 他们也应该把握机会 进行负业投资 以增加收入 然而 他们需要注意不要太忙于赚钱 适当地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感情生活 属兔的人格外好相处 而且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 永远都是一副阳光的样子 对于他们来说 今年的好生活将集中在下半年 因为上半年 需要花很多时间研究自己该走什么方向的道路 任何一件事情 都能影响他们的发展效率 所以上半年需要更多准备 到了下半年 一切都将大大改变 不仅能够收获更多财富 还能得到他人的支持和帮助 所以幸福生活完全不在话下 他们能够很顺利地改变自己的缺点 生活质量大大改善 下半年到来之后 他们的生意和事业都会迎来大发展 属蛇人 蛇属的人天生命运好 一生多好运 吉祥如意 他们不缺钱 不缺人脉 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属蛇的人很有责任心 他们不愿意做一个平庸的人 一生都在寻找成功的路 寻找可以施展才华的舞台 大部分的属蛇人 可能会在这一生中有很多辛劳 而且会遭遇一些挫折 但是却能依靠财运得以化解 即使日子不好 但只早会有一天能够顺利得财 财神家中住不走 特别是在后半辈子 财富任你赚 大吉大利 永不穷 属蛇的人只要有机会 就会有极大的收获 属蛇的人在2023年运程畅旺 三月有福德吉星照命 一旦机会到来 运势节节高升 要是抓紧机会 大财滔天 以后生活将会无忧无虑 同时 对于少部分属蛇之人而言 也可能会有好运触发姻缘 桃花运几家 对于单身久了的人而言 如果想尽快获得真爱 应当多学习求爱的技巧 三月十三日旺盛的运势 会让他们得到极好的暗示 运气大好 可见吸睛能力非常强 在过去的时间里 金蛇除了喜欢的美食之外 还严格控制支出 尽可能地积攒节约下来的钱 进行大量的投资理财 享受复利的乐趣 三月财运兴旺接手后 财运大涨 可谓是福惠双修 鼠蛇的人 明天的运程能够称之为水长船高 财富新鲜 因此驱动力十足 衣食住行多有改进 事业也很好的发展趋势 这个月入十万的小目标 对他们而言不会太难实现 除此之外 鼠蛇人到明天可以碰到许多好运 由于有一天力兴的协助保护 非常容易实现梦想 提升光辉 不但一出好运 财富还能够大量累积 中小企业还可以做大 事业昌盛 鼠蛇的人十分喜欢和人打交道 他们不是一个不懂得分寸的人 而且平日里 对于社交规则也有自己的掌握 这样一来 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中 非常有方向感 而且自己的前进空间也越来越大 能够在今年的上半年到下半年之间 稳稳当当 在各方面都有非常稳定的表现 特别是收入方面已经大大改善 让自己的手头宽裕起来 而且事业和职场上 都会有连连不断的贵人为自己加油打气 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 上半年的辛苦熬过去 一切都值得 属龙人 生肖龙人天运强劲 性格和爱温柔 慈悲凶精 人际关系良好 深受贵人和全世喜爱 未来十年将有正应吉星入命宫 欲示生肖龙人大吉大利 福禄多多 即使遭遇逆境 也有好人相助化险为宜 工作顺遂 家庭和谐 前途光明 特别是在3月13日 财神爷庇护 财运亨通 各方面都会顺利 事业发展有很多机会等生肖龙人把握 只要好好把握 必能成功 属龙的人聪明伶俐 勤奋努力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财源滚滚 财智过人 擅长经营事业 3月13日田宅宫 有天解吉星照耀 欲示生肖龙人运势好转 改变之前事业运不佳的局面 但也要注意药和气生财 此外 下半年生肖龙的朋友 因为贵人运而有所收获 应合理调用人脉资源 坚持努力 相信不断摸索和磨练 自身和家人都会获得幸福和福祉 龙年出生的朋友头脑令活 责任心强 善于观察言行举止 才华出众 3月14日运势进入新春 如果能把握机会 不知不觉间会富有起来 摆脱之前不理性的横财运 和奸诈小人的困扰 此外 鼠龙的朋友要注意桃花运 收敛暴脾气 避免错失机会 只要坚持努力 相信志向高远的梦想都会实现 3月13日正财网 偏财也会大发财 只要掌握机会 财富将会增长 享受美食美酒 明天之后 吉星高照 财神庇佑 生效龙人前途光明 财运亨通 鼠龙人的理想很远大 而且他们的目光也非常精准 看待任何问题 都能够精准地把握住 现实中的精髓 明天之后 致用二条路 move you can'll build it